这半期讲解的是偷渡阴凭 红方刘大华 黑方是王小华 双方是飞向对战左轴炮 这儿形成的是平凤马对战武器炮 那么这种期黑方有一个抢先发难的机会 红方也是以一代劳先守好阵型 四季反击 接下来这期对方飞了个向 红方就掌鞠 这不能踩 你踩对方踩你 是先 掌鞠的意思在于吃炮 把对方赶走 将来吃对方中卒 控制对方阻灵线 那么黑方选择是过河鞠 强行控制兵线 这儿的话选择掌鞠 快速拿出 对方一吃将来可以进足威胁鞠 底线可以将军利用 所以呢这个期就出来 反做对方抵视 快速出鞠 那么现在这期黑方把兵兵吃掉 虽然说这边他出子慢 但是呢他多了三个足 红方当然要把这个足抢回来 对方不肯 现在这里呢就有陷阱了 那么红方这久攻不下选择落相 为什么要落相呢 我们来看 首先如果吃掉 这里的话他有一招上马踩鞠 这是套路 这个时候呢 你如果吃掉 他这里会有一招打鞠 你就送马进去 这样的话这个期啊 你拱马他也不管你 底线一将到这儿 你就要出问题了 现在这个期啊 你看似下敌炮 双距杀对方 但是你来不及啊 他也将先杀你 所以这是黑方的先手 到这以后没有办法 那么你不能选择啊 这个吃 你不能吃的话呢 就平 你一平之后呢 以为啊 闲人无事 但是他马斯进武 仍然很凶 那么红方肉 冰淇淋对杀 显然是杀不过的 落相 这二捏拱炮 他这里呢顺势可以呢 调整 先给你来一将啊 就上 炮在一将就填炮 然后呢 小猪一拱鞠 这儿就进 杀马一隔断 平炮一将抽了鞠 啊 金炮挡住 如果吃蛋的炮 那么这时候呢 他有个回马进枪 你知识的话 他跳马一将 上去之后呢 还捞远 随之骑要输 那可见这个棋啊 平鞠杀进来就不行 那么他从这张落相之中 得到了启示啊 这一落相 甩炮一将很厉害啊 所以呢 到这儿啊 红方他也落个相 他不吃对方的足啊 准备了方中炮 铁门栓杀你 那接下来这起呢 对方又退一步 你方中炮打你一个 所以这个时候呢 不敢 先跳进去 黑方也利用他一下 你要一对 我打你一个相 所以红方不敢 又飞相 为什么不架中炮呢 继续铁门栓啊 黑方可以对中炮 所以这没有用 那么只好选择飞相 接下来黑方选择小猪 骗一下红方 如果你吃 他就给你一将 这儿的话 把这个冰打掉 又叫杀 又臭鞠 所以这里啊 鞠就没了 到这以后呢 红方鞠四金 啊 继续保持对杀之势 你这儿一吃 我一杀 先手在握 闪开之后呢 红方选择招法 是冰淇金 双方形成了对杀之势 这儿故意放你炮出来 引射出洞 啊 他是要走炮二进三 准备呢 再炮二平五 去打你 所以呢 这个时候 眼看一打得挺门栓呀 黑方眼看顶不住了 其实呢 黑方有套路啊 再来一个平炮 这儿红方也不怕 选择用鞠吃掉 为什么不用炮打呢 如果用炮打的话 对方就会一将 这儿的话 看你怎么走 进来的话就 掉门叫杀 把你鞠丑了 那么这时候呢 你可能会知个事 他杀一将之后 再中间一将 不管你捕食还是飞香 他都是把你鞠丑了 所以这个棋是不行的 那么没办法 情况下 红方用鞠驰 啊 看似无奈 但其实呢 这个局面 应该来说 双方也是一个对杀之势 啊 这里明显可以下敌炮对杀 对方也只有去保 然后红方可以被炮闪开 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一个棋啊 双方对攻很激烈 那么胜负未分 实战的话 推炮就有点消极 啊 结果呢 黑方炮似平移 将来会形成天地炮之势 红方空有弹子炮 却没办法跟双聚兵配合进攻 所以呢 就平了一步 他希望了退居 或者防守 结果黑方呢 瞬间啊 就切断你的退路 啊 给你换掉一个居 这儿的话 这儿的话 眼看着四字叫围城 那红方平炮之后 啊 黑方选择下足 红方进行了进帅 啊 这儿的话 选择飞向 当红方下兵的时候 黑方就来了个下底炮 将军 此时如果你退炮的话 他炮六金一 放中炮 将来形成天地炮 你这个棋被困住肯定不行 那没办法 选择落向 他希望对方一吃可以飞向 结果呢 对方先下足 硬生生把担子炮给拆了 拆开之后呢 过来捉你 那红方这时候 眼看这个防守呀 已经不好守了 他选择这招啊 平兵拱向 这招戏想对杀 那黑方这也就吃掉了 这招戏大意了啊 那到这以后呢 这个棋啊 他应该考虑的是 落个向 比较稳妥 那红方这个棋 如果敢吃向的话 黑方现在还是不能吃炮 因为他速度快 那怎么办呢 到这儿 黑方可以考虑是打一将 很关键 看你怎么走吧 飞向之后呢 你不能急于过来吃炮 否则对方打掉 打着门攻啊 将军可以推炮 攻守兼备 所以他要先下一步足 等对方去吃的时候 这个拘往围掉 叫而杀 那势必你要吃掉足解围 但是这个时候呢 人家围炮吃了 那你还是要输 所以这个棋不行 那飞向不行 这个棋如果出老将 这里的话 黑方可以先迎面一将 这儿的话 对方如果填炮 那么将来吃掉叫杀 平炮叫抽 中间闪一将 就把对方这个兵吃掉了 一旦能跟住你的炮 那你也没起 所以在这个局面下 对方你电炮也会输 但是如果电势的话 这个其实输得更快 黑方一拱势 就要叫杀 所以你只有退回来对局结尾 他这里呢 也不吃你局啊 一瓶足 一对局 平炮打死 他不吃你局 甩局杀底 是你就输了 所以这里杀招非常多 这儿对方肯定不能出 但是你落势的话 他一将 这样的话 就把局给抽了 所以这期你也不行 那么这儿你飞个象 想去用象挡住局 那么这里 他可以杀一将 再抽炮一将 这儿你也只有出了 然后他有炮瓶 平散的手段 非常犀利 你吃象根本来不及 看似下一步杀棋 他这里连续打将 这儿的话强先杀你 你只有知识 他这个小足平一将很厉害 吃掉的话杀一将 虫炮一将 第一线就杀棋了 那不吃的话也不行 不吃的话你进来 点将点死 所以你吃象根本来不及 那么在这儿 如果说你不吃象 选择先逃会怎么样呢 先逃也是不行的 打一将 就是 那么局一将 这儿的话 你必须选择一个落势才行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 你要不落势下来 他有一个下底炮 就是打向杀棋 当你落势的时候 他一平足 这儿已经来不及了 已经打死了 即便你试掉也不行 还是打死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这个 你只能选择落势 落势的话 他不像一看 在这儿等着你 你知识的话 重炮一将杀棋 那么当你没有办法 情况下 你肯定会选择下来逃跑 黑方小足一进 等你一吃象 认为杀棋的时候 黑方这儿还有一个妙手杀棋 小足一将 就有进来 中炮一将 就有知识 那么重炮就杀死了 所以黑方杀招非常多 红方根本守不住 那眼看这样一个情况下 可以说九死一生 结果这个时候 黑方却没有落相 黑方的这个棋 过于自信了 就炮给吃了 结果对杀速度没有 红方快 红方小兵一冲 你还顾不上吃相 他杀你了 所以对方很痛苦的情况下 他会去饱 这样的话可以说功亏一亏 那接下来这棋 红方就知识 这儿的话准备一往下冲 对方也很无奈 他选择知识 接下来这棋把兵引过来 延缓对方的手段 找机会想对居结尾 毕竟这边的黑方多子 那么这个棋 红方并没有去将军对居 而是走那步居无心思 还楼月 那么将军对方就上 然后兵四金 下一招推炮一将 就杀棋了 到这里对方再抵挡不住 只好忍输 那么刘大华 偷袭成功